好 夏天除了天氣熱之外呢 颱風也很多 有不少民眾擔心颱風天帶來好雨 房子會漏水 所以最近是未雨綢繆 紛紛打電話到房屋修繕公司 要預約抓漏 業者說詢問電話比平常多上一倍 憑著20年經驗 抓漏師傅一看見樓梯間牆壁 這一片白就說有問題 你看到牆上 有這個斑駁掉漆或發霉的情況 那這個部分就是算漏水的一種 一般公寓住家最常見的 除了外牆漏水還有天花板 因為樓上住戶的廚房或浴室水管 線路一斷掉樓下就會下小雨 有漏水的天花板它一定有漲霉 像比較深色的水質 這個狀況現在它就是 還在持續的漏水中 抓漏師傅說 一般常見處理漏水的方法 就是先清理牆面再填細縫 最後還要擦上三次防水漆 確保漏水不會找上門 噴完以後 那它的時間最少要一個小時 因為漏水你噴再久也沒有關係 它是不會有這種 所謂的變色或是掉漆 您是有就是防水抓漏的需求嗎 那這邊我們會請我們的夥伴 趕快跟您做聯繫 另外一頭負責替房子修繕的公司 詢問電話響個不停 因為五月美雨季節剛過 緊接著是七月颱風禁 擔心房子漏水通通找上修繕公司 目前打電話進來 針對防水需求的客人 有比三四月明顯成長了一倍 民眾的預期心理 讓業者業績搶搶滾 支持是師傅也提醒民眾 平常就要為房子做見解 有細縫和臂癌就要先處理 以免發生漏水才後悔莫及 民眾新聞玉帆黃居玉台北報導 延伸 解釋 在下巡視下 下巡視下 感谢观看